98. 中國證券報 上半年私募冠軍現黑馬 2015年7月27日私募基金 十好買基金研究中心 圖片上半年平均收益37.84%去年下半年至今 A股市場走出了一輪多年一羽的牛市行程 上證指數從2000點附近一路漲至6月上旬的5100點 漲幅達1.5倍 不過由於本輪牛市是由槓桿資金帶動的行程 而槓桿上的牛市一大特徵就是在漲著跌 所以在監管層嚴查兩融違規操作 帶股東減持股票之時 A股市場終於在6月中旬開 F一場讓很多投資者一招回到解放前的下跌行程 這場堪稱股災的暴跌行程一直持續到7月8日才開始逐步企穩 不過由於前期市場漲幅較大 儘管經歷股災 不少私募仍然取得了非常兩眼的業績 好買基金研究中心數據顯示 截至7月15日 具有業績記錄的2659隻 非結構化股票型私募上半年平均業績37.84% 而同期互心300指數僅上漲26.58% 其中 2,308隻股票私募取得正收益 佔比86.8%、861隻產品上半年收益超過50% 以天投資 持股不超過5天除大觀新興主題精選1號 這指黑馬冠軍之外 以天投資在借輪牛市行程中也賺足了投資者的眼球 西新上半年股票私募前三甲的以天雅利3號成立於2014年9月 在經歷了幾個月的下跌之後 由於拿著這輪創業板大漲的行程 年初開始持續領跑 截至6月26日 上半年取得了351.89%的超雅業績回報 之所以能夠在半年內取得如此高額的業績回報 主要是因為該基金經理業非的操作風格所致 習慣於用短線操作把握牛市行程 上半年以來主要投資於高科技板塊、 次新股、互聯網金融軟件以及網絡安全軟件等業點行業 就其操作風格而言 業非屬於典型的快進快出營 曾公開表示其股票持倉一般不會超過5個交易日 除非特別看好台會持有10天至15天 對於如似頻繁的援手率 基金經理業非認為這種超短線操作 且設定止損線的策略能夠避免極端系統性風險 值得注意的是 該基金雖然在上半年業績表現持續亮眼 但時高收益的同時也對應著較高的風險 比喻在6月中旬的這次暴跌中 以天瓦利3號產品未能幸免 截至6月26日最新數據 該基金至6月12日高點回撤18.82% 而且這一數據並未統計到暴跌最為嚴重的幾天 即6月28日之後幾乎每天地停的一週 擇全投資 跌市靜值不跌反向上半年業績表現 一直較為優異的環有擇全景撥金融投資 從該基金的靜值走勢來看 最大量點是在借輪深跌行程中 擇全不僅沒有遭遇巨大回撤 反而在暴跌中實現了靜值的增長 比如 擇全景撥金融投資在6月12日 靜值為3.79元 而接至7月3日 其靜值累計增長至3.98元 漲幅為5.44% 而期間上證中指和創業版指數跌幅超30% 值得注意的是 該基金自2013年12月成立至今兩年多 歷史最大回撤為-16.36% 期間互深300最大回撤為-27.16% 如此回撤能在上半年取得253.4%的業績收益實屬不宜 慣於改基金經理新語的風格 從其從業經歷及公開發表的觀點來看 其善於從基本面選股 同時尊重市場趨勢 配以波段操作 具體來看 基金經理新語熟識市場各方主力的選股思路和操盤手法 善於否釋每個階段市場的不同特點 重視對人性的研究 認為炒股最忠是炒心 強調投資心態的作用 並與基本面分析和技術分析相結合 另外 從其公開的市場觀點中也可看出 該基金經理在股市億片樂觀上漲時不斷提示風險 風格相對謹慎 事實上 由於連 H 私募產品的正值仍在不斷更新中 加上6月底市場的深跌 所以雖然部分私募只是相差幾天的業績數據 仍然可能導致這一排名出現變化 由於歷年冠軍私募業績並非可以延續等因素 投資者在參照私募中口業績排名時 須仔細了解其投資風格、理念 並結合自身的風險承受能力 6月中下旬以來市場的暴跌走勢 攤勢了許多私募在上半年撕殺的利潤 同時也讓2015年上半年的排名爭奪戰變得更具戲劇性 截至2015年7月15日 根據各私募基金發布的最新正值數據 好買基金研究中心對今年以來 股票營私募的業績造了排名統計 數據顯示 大觀新興主題精選1號以605.56%的業績回報 奪得2015年上半年股票私募貴觀 和近年來的股票私募前10榜單經常出現許多黑馬一樣 大觀新興主題精選1號也是一匹黑馬 該基金在二季度彎道超車 業績持續狂奔 大觀投資成立於2010年5月 不過旗下現存的最老一隻產品大觀3號基金 成立於2013年8月 整體而言屬於新秀黑馬 另外,上年八佔股票私募前排的澤希上半年依然表現較好 其下產品賜希三其以224.19%的收益排名 第六 報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